为了让喜爱打棒球的孩子有发挥的舞台 一群由丰园在地家长组成的梦想三级棒球协金会 这天在神钢体育园区棒球场 举办梦想杯社区软市哨棒邀请赛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喜爱打棒球的好手参加 而这一次除了7支台中在地队伍之外 另外还有6支队伍分别来自外县市 透过赛事以求会友也让这群喜爱打棒球的小孩 能够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 对天空抛出帽子用十足的活力宣告球赛正式开打 梦想杯软市哨棒邀请赛 这天在神钢体育园区棒球场顺大展开 球场上乐爱打棒球的孩子 神情专注的各司其职 希望能够为棒球队拿下好分数 也是证明自己的练习成果 最远的我们有从基隆的家福 那到新竹到彰化 那我们台中在地的本身包含我们神钢 我们健行向上 泰安还有摊子的甘蔗等等 总共有7队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 来让小朋友球技交流之外 也能够让小朋友在从平时打棒球 去培养他的乐趣 进而去让我们小朋友能远离山西 来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强健 一群由风源在地家长组成的 梦想三级杯棒球协金会 希望能够让飞体育课班的孩子 有更多参加全国大型赛事的机会 因此邀请来自全国各地 谁来打棒球的好手 一同来切出球技 这次除了7支台中在地队伍之外 另外还有6支队伍 分别来自彰化 新竹 苗栗 甚至还有远从基隆来参赛 各自展现出对于棒球的热情 就是因为可以体验更多的对手 然后就可以就是比较多经验 这样子 那你参加这个休息办法多久 两年了 那你最喜欢打棒球 要打棒球 对 喜欢 怎么说打棒球 怎么样的感觉让你觉得很开心 就是快打 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状况上的演练 还有一些练习上可以用到的东西 可以活用在实战上 就是打一直打就对了 对 为什么一直打就对了 对对对 这样你喜欢打棒球 嗯 这样喜欢 因为棒球可以让我舒缓压力 压力 这次活动地方明代也特别捐赠 投球摄影机雷达监控器 让球员们透过高科技仪器监控训练成果 并且预防伤害的发生 在球场上尽情奔驰 努力地击出每一颗好球 抓准时机跑累 每一次设计的欢呼 让人看见这群孩子对于棒球的热爱 也看见他们对棒球的坚持 健身专专台中才有报道